现在我们讲有益补方式和同步方式两种 什么叫益补方式啊 我们看一下示意图 它就是这样的 这个计算机也是我们的学生画的 一毕业化画出来的 我不说我有一些仪器的产业 我放在那个桌子上 他拿出来就给画了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说它是按一针一针来的 亦补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数据按一针的显示传送的 这个就就是一针针 每一针的格式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为了传送一个制服 这个是没有制服 我们不是说只有一根线传送数据吗 发送 另外一根线是接收 还有是电源和地 那么我们看看 没有信息传送的时候 信号线上 这个是我们输上 357以上 我们可以看 357以上 所以你们就也不用画了 它是就看着 没有信号线上 没有信号的时候是高电频 一单有信号来 数据来就出现一个零低电频 但是这个叫所谓的 RS232电频 它的零电频是设计的是高电压 一电频设计的低电压 我们全部说这些 这些呢 一旦出现一个零 表示后面数据要来了 接着呢 就是我们传送的数据 假如说我们传送的制服叫做C C的ASK是43H 先传送一个制服的低位 43嘛 你看是1000011 先来一个1 接着又是1 后面是00001 是吧 制服 所以先传的是低位 再过来 一位一位出去的 挤出去的 那么高位这个以后 这个有个既有教育人位 既有教育人位 可一既教育人偶教育 这个教育人位 你们说应该是多少 它是数那个1的个数 你看现在1 2 2 3个1 如果说是既教育人的话 应该这位就是 给个0 是吧 它来1的个数是基数 如果是偶教育人的话 这位应该是1 那1的个数是偶数 好 这个完了以后呢 一定要有个停止位 所以一帧信息 由哪些部分组成 一个起始位 然后这个制服 制服可以是5位 6位 7位 8位 我们现在用的是7位 阿斯克玛 你可以编程的 对8 5 接着呢 好 我数据完了以后 就是后面又是 一定要有个停止位 停止位可以 1位 1.5位 或者是2位 1.5位 挺奇怪的 那么这个后面呢 又是空闲位 或者你可以接着再送 所以这个发送的时候 你看 低电平 1 这个占月位 数据位 5到8位 最先传送的是 第一 最低位 然后呢 就加一位 停止位 和后面就空闲位了 那么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制服 可以是连续传的 一个这一个制服 中间没有空的 这个就表示是什么 我这个4.1 H 起始位 制服 停止位 一定要有的 停止位 可以没有 叫原位 接着又是一个 起始位 然后另外一个制服 3.7.1 H 停止位 没有空 没有中间 没有空的 也可以中间有空的 就是一个一个制服 在一根线上来传 它可以是 先传了一个 4.1 H 以后 停止位 接着呢 就空了 空一段时间再送 所以我们的 一帧一帧的数据 这样传的 一部传送 就是这样传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 同步传送是什么呢 像刚刚传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为了传一个制服 有很多无用的东西 什么无用的 其实的没有用的吧 停止位 什么都没有用的吧 那个这样效率就比较多 因此呢 我们就这个就同步的传送方式 它可以面向制服的同步方式 什么意思呢 它先发一个同步制服 你们可以看一下 阿斯克马上 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 16H 16H就是同步制服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那些 就是因为串行通信利用的 你们可以看到里头 还有一些其他的 什么SOH Tax 什么东西 它那些可以一个同步制服 16H 也可以 人家底下的一个同步制服 后面就 同步制服出来以后 可以传一大块数据 那么就不要每个制服 给它一个起始位停止位 是吧 也可以呢 是两个双同步传送的 这里的协议呢 我们就不讲 我打算把书上的那个 就去掉了 因为有些通讯的 专门也有讲了 我那时候到珠海 跟我一个同学做项目 我问他 这个串行通信怎么搞 看你的书啊 他说 你这上的都写了 因为我带研究生去做的嘛 实际上是写了 你看 这个同步制服 可以有SYNC 你们可以看到SYNC 后面的阿斯克马 最后附罗里 一个同步 两个同步 接着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不知道 串行通信的话 就不知道什么 这SOHC来个01 发爆一样了 爆头 再来一个STX 表示爆文要开始了 接着这里传的 在这正文 正文后面 可以有接收的字符和教研 教研其实挺麻烦的 有一堆算法 所以他这个中间 你比如可以传256个一大块数据 就可以省掉这样没有用的那个 这个来回传送 所以他说我 你看你的书 我是问我们学生了 我说你准备怎么做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有一个起始标志 有一个结束标志 然后地址信息 控制信息 里头就可以有好多的传一大块数据 但是教研 为什么要教研位啊 你发了一大堆东西 如果错了的话 你发过去的就都不行了 因为同步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此大家知道 由这个Asynchronous和Synchronous 把A去掉就是E部 这个第一个是同步 而E部是这个 第二个是同步 同步方式就是说 就是同步字符 开始要发一块 一大块数据 把A去掉Synchronous 这就是同步基本的工作方式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 叫做传送的缩略 还是挺重要的 第三个数据传送的缩略 这里呢要特别强调 就是波特略 波特略呢 就是每秒多少位 每秒传多少个bit 也有时候就是想一些什么富士体经上考这些 他们觉得串行好难哦 或者是串口 其实也不是 我们来看看啊 每秒传送的位置叫做 波特略 它的单位就是波特 它可以来表示数据传送的缩略 我们这个信息在线上走 那传的多快多慢 那么就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就是 如果一个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计算 波特略 书上也是有的啊 就是一个字符 假如说要十位 你看并行的十位一下就过去了 是吗 速度是不是快 串行的十位是一个一个过去的 而且还有一些无用的 那那么写一个起始位 现在又往左边 又往这边走了啊 往左边走了 然后七个数据位 二十个嘛 一个字符不要七位嘛 还有一个教育员位 平址位 那么如果说我们每秒钟 能够传二百四十个字符 一个字符就要占到十位 那么你们说波特略是多少 每一个字符是十位 每一秒是传送二百四十个字符 这样的话 每一秒可以二两千四百位 对吧 每秒传二百四十个 一个字符它在了十位 不只有两千四百 所以它的 它相当的传送数率是 二四零零波特 那么经常用的 现在这个就老了 新的我新的书上再给它加上去 最少的是110300 一直到19200 还可以乘二 还可以有好是一个 但是你不能说是 我是19000就不行的 波特略通常用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每秒传多少个位 有时候就给大家出题 每分钟传多少个 就是来来回回倒倒吧 要算的就这么一点东西 还有一个叫波特略的系数 它这个传的时候 叫波特略 就每秒多少位 还有波特略系数 就是这两个具一下 系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这个波特略系数 可以是一 可以十六 可以六十四 用的很多的是十六 比如说我们的时钟脉冲 19200 时钟脉冲是什么 假如说波特略系数是十六的话 那么传送的波特略是多少呢 是在19200除以十六等于1200 也就是说 当你的波特略是1200 每秒传1200bit的时候 如果说波特略的系数是十六 那么你的时钟平率应该是 波特略的这个再乘十六倍 应该是19200 对吧 就反过来 就时钟脉冲应该比它多十六倍 那么你说为什么要十六倍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如果说在监视着一根线 看有没有数据过来 有一个低电瓶就说数据来了吧 但是如果说一出现低电瓶 你就去计数 有可能是干扰 那怎么办呢 它这个这个你看 这个数据起始位 它的波特略系数搞得大一点的话 我假如说是十六 那么它这个clock 让它不要不要一看到一个零 就认为数据来了 我就在那计数计数 寄到中间第八个去查一下 这开始有了零 我现在到中间了 第八个去查一下 它还是零 表示不是干扰 一定是数据 所以后面呢 每个十六个 到处去查一下 每个十六个 就不会 就是防止错错 所以波特略系数可以摄成十六 让时钟频率快一点 我们传送的数据的这个可以频率低一点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讲一下传送 传送很重要的波特律 波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叫UART 就是第三个通用的益补数据收发器 这应该是叫第四个了吧 就是UART和US 应该是USART 这个英文呢 就不写了 这个UART书上应该有英文的 Asynchronous 这个U通用的 A是Asynchronous E部 这个是通用的 E部 R是什么 Receive T是Transmit UART 通用的E部 A 数据 Receive 接收发送器 这UART呢 是通用的 这个S就把H掉 Synchronous 通用E部 我再写一下吧 UART 英文不写了 USART 谢谢 对啊 这个就是通用 E部 收发器 数据收发器 这现在也要讲双语教育 虽然像我这也到美国去过几堂英语 反正讲出来还不如中文讲了 以后让他们国外回来再给你们双语教育 这个是通用 同步E部 这个是同步E部 这个收发器 数据收发器 那么我们这个呢 比如说 这个UART 比如说是 INS 8250 这个是 英特尔的 8251 PCG里头实际上用的是 8250 8250的继承器 又比851多很多 好多人又觉得 851好复杂 每一个都复杂 因为它复杂了以后 功能就比较强 但是我们要把复杂的东西 你要搞几遍 就搞得比较简单了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通用E部收发器 例如了 我们有这样的芯片 这个底下是例如了 为什么我们叫85 因为它既有同步的 又有异步的 实际用的 850用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一个 UART的内部机构的 示意图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接收数据的话 计算机的数据是并行的 数据线有八位 但是呢 我们的串行机口芯片 它可以 接收的数据是串口 串行的一根线上进来 那么我们可以从 这个数据RXD Receive Data 就是数据接收引脚 从这一根一根进来 是不是串行的 一味一味来 是吧 来了以后呢 它就一味一味挤过去 一直送到这个 继承器来 继承器以后 可以把这个串行的 一下子接满了这么多位以后 就给它打到一个并行继承器 然后通过这里头的总线 就给它 这里送的是什么 并行数据了吧 进来的是串行的 在Clock买充的控制下 把串行的一味一味一进来 一下子打到并行 一味继承器 通过并行 内部的并行总线 送到CPU去 就变成并行数据来 所以接收数据的时候 是接收的时候 数据的时候呢 是串行的数据 变成并行的过程 因为它一根 一味一味进来的 当然还有起始位啊 停止位啊 什么位 那么如果说是 发送数据的过程呢 是反的 是并行的数据 变成串行的 并别串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个你看 这里也写了 那是计算机 过来的是并行数据 并行数据 从这个并行的数据 是一张走 走了以后 加上一些起始位 停止位 叫烟位 加好以后 这并行一块 打到这个并行继承器 然后呢 通过这个并别串的 电路 给它一位一位挤出去 移出去 这个都是在 Clock脉冲的控制下 进行工作的 那么接收数据的时候 如果有一出错 真错 这个就会有指示信息 怎么叫一出啊 我一个还没有传送完 我一个数据又 一个字符还没接收完 又来了 就会错 还有什么叫真错啊 一针一针的 如果说我这一针 没有停止位 这就出错了 它有各种各样 那么如果说准备好了 就准备就绪 发送器空了 我把数据都发出去了 会给错 这些状态形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过程啊 可能念的比较快 但是我刚刚已经把过程 讲了一遍了 UART工作于接收方式时 接收电路 监视串行输入引脚RXD 八进一个起始位时开始接收 数据在时钟脉冲控制下 逐位移入内部移位接收器 在按格式转换成并行数据后 送入接收数据缓冲器 同时设置RDA标志 通知CPU取走数据 CPU通过数据总线将数据取走 它就是一遍一遍接收来 接收了以后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数字电路 要什么电路 它有很多里头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芯片 里头有很多的电路在工作 再看一下发送数据过程 UART工作于发送方式时 发送缓冲器将来自CPU的并行数据 加上相应控制信息 如起始位停止位等 再在时钟脉冲控制下 经病一串转换电路 转换成串行数据后 从TXD引脚发送 数据发送完毕至TBE标志 通知CPU可以继续发送下一帧数据 这个就发送缓冲就空了 把数据都发走了 再通知CPU 这个可以中断或者什么 你再来发送数据 这个就是一个收一个发的过程 所以这个动画 我现在很伤脑筋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屏幕做的太小了 现在是把分辨率给它降低 可以满屏 如果说我再叫同学 你们哪个同学能肯来做 像这个卡也是我们学生做了以后 给它扭了一下 它这个都是画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计算机不清楚 就包括摄像的 这个很清楚 一笔一画画出来 这个卡 它给拽了一下 撇成这样了 这都是本科生做的 我们当年的本科生在实验室 五年制的都在实验室 我实验室至少工作两年 研究生是三整年 所以离开学校都是五年 还有好几个都是三年不肯走 都待半年 当然有的我给他找了国外公司的工作 在我实验室呆着做的 有的是其他原因吧 所以就做了很多 全日本科生做的 研究生带着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这个调制解调器 叫做Modem.Modem 然后这是这个计算机画的 那么是UART USART设计机口 穿进口的时候 传送的距离还是有限的 并不是我只要能传到北京 或者什么 只能小语数千英尺 我们可以算算多少公尺 为了进行长距离传送 只能利用电话线 电话线是现成的 但是电话线呢 传送的是音频信号 300到3000赫尺的音频信号 不能传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的带宽很宽 所以应该把这个计算机的数字信号 给它调制成 就是这个音频信号 然后在电话线上传 传完以后呢 就再给它还原成 解调成 这叫数字信号 这样来做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音频信号是什么 就是一定的 我们怎么来调制 可以有两种调制的方法 一种就是 你看它这个做的就是 让我不能让我动 一动它就没有来 我手指也没有用 就是上面 如果说频率一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的是数字一 它就让上面一个开关积通 频率就是高频就表示一 然后呢 如果我来的数字零 它就让底下的这个开关积通 传送一个低点的频率 所以最后得到的那个波形是 频率高的和低的 高的就表示数字一 低的就表示零 这样来传的 它可以用另外一种传送的方式 又不让我动 这个 就是说 数字一就让它有一个频率 数字零就让它没有 所以调制解调 它就可以把数字信号 转换成这个音频信号 然后解调的时候呢 把音频信号又还原成数字信号 所以这个一可以是高频是一 低频是零 也可以是有频率的时候是一 没有信号传的时候是零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利用县城的电话线 把我们的这个数据 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调制解调 其实摩德摩拉一个毕业生做过的 也是很复杂的 就做一块卡 我们这个课程里少讲一点了 就是这调制解调的那样 然后呢 我们再也要开始辛苦了 要讲另外一个新片 新片不是很多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8R51 就是刚刚是介绍了一下 穿行通行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二届呢 就是来讲8R51寄口芯片 就是第十章的第二 就是8R51 可编程称准行进口芯片 这个进口芯片我们刚刚讲了 一师信息可以是 就是取始位 停止位 居留教研位 而且制伏位 可以五到八位 那么你怎么来设定这个方式呢 可以对85要进行编程 编程以后你可以设置成 有没有旧角 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是七个字符做 七位做字符位 这都可以编程来做的 停字位的个数 也可以编程设的 所以我们这样就讲一下 内部机构老一套了 引角功能 然后一些控制制 完了以后看看如何进行编程 那么大概看一下 引角外形 我们给它拍下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这么多的引角 引角就是 我们画成这个样子好看一点 就是有数据总线的一些信号 读写控制 调制解调的 我们简单讲一下 还有是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 这么几大部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机构 所以我们这两个要一块讲了 所以看一下 一个是引角 一个是内部机构 它不可分的 内部机构 有些呢 跟前面的8253 8255 有点类似的 我们先看一下 内部机构 当时这个书上的图 那也是我研究生画的 出把社说画这么好 是不是留到我们出把社来给他干工作了 那是 这个有数据总线 这还拉了一个 第7道第0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中间是8251 左边是CPU 右边是外部设备了 不过跟外部设备交换是一根线上 再传送数据啊 那么通过这个线呢 可以我等会还会讲 引角的时候再一个一个介绍啊 可以接收收发数据 就是接收和就是送到CPU的数据都从这根数据线上走这一组 然后这里呢 是读和写的控制电路 我们可以跟前面的芯片比较一下 你看骗选信号有 为什么 我们的系统板上不是有各种芯片吗 你这个CPU一个时候只能控制一块芯片工作 所以你必须一马选中了一个自行指令 这个芯片才能工作 骗选信号肯定要有的 然后是读写 你们说这个CD是干什么的 C是Ctrl D是Data 这个口地址8R59是A0 8R53和55是A0是吧 这个8R51的端口选择信号是C和D C是控制信号 D是数据信号 所以有数据口和控制口两个端口 你们说上次给大家做的作业 什么我们讲到859是有GD之口 OD之口 那如果都是FAFC 你们说是GD之口还是OD之口 嗯 因为它可以用A1位来区分是吧 CPU的A1位来区分是GD之口 OD之口 尽管你编程的时候 两个就是说20不是20了 假如说FAFC都是OD之口是吧 但是你可以用就是A1位来区分GD之 OD之口 这里呢就是说用这根线来区分是数据端口 还是控制口 嗯 这里调子解调器 然后呢这发送数据这个又错了 我说不好意思了 搞上了 就是发送数据是从 Transmit Data线发送出去的 还有一些发送控制电路 然后接收数据是从RXD进来的 还有一些控制电路 所以它的内部机构就有这么一些部件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讲 引脚功能 引脚因为是跟内部的一些器件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引脚 我们看看怎么介绍引脚